大家好 这春晚啊 已经过去好几天了 没想到啊 今天呢 白静庭的上春山情况啊 就引起了特别大的争议 除了走位错误 抢C位以外啊 另外一个争议的焦点呢 就是他换了四套衣服啊 还欢迎的说 最后上春晚演出的那套黑色的衣服啊 不占照春晚导演安排 而自己穿的 这些走位的问题啊 目前呢 白静庭这边啊 没有官方声明 但是呢 央视却发了一个视频啊 说春晚的每一个走位啊 都是精心设计的 我也觉得啊 这方面的估计 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关键啊 就是他那四套衣服啊 的确呢 是有一些bug 如果说啊 白静庭呢 自己不出来声明 其实啊 节目组也不好解释 因为这边啊 涉及到了白静庭 自己创办的品牌 顾的牌的植入问题 前一阵子啊 白静庭的品牌呢 顾的牌啊 是被剪辑出了 不合格的这个新闻呢 是上了热搜 这时啊 许多人才知道 说原来啊 这个明星呢 自己投资了一个服装潮牌 并且呢 是大股东 是名副其实的服装企业老板 由此啊 大家就理解了 为什么啊 为了这么一个几分钟的节目啊 那他在上春晚 拍花絮 彩排和节目后啊 接受采访的环节当中呢 共换了四套衣服 那一定啊 是在为自己品牌呢 做一些植入性的宣传 那就用春晚这么一个大的平台啊 来宣传自己的品牌 这是每一个企业 商家啊 都要抓住的一个好机会 但是啊 这次植入呢 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争议 它是植入的不好 本来是软植入啊 让它们弄成了硬植入 对于品牌宣传的植入啊 是有三个层次 这第一个层次啊 就是根本呢 看不出来有植入 那原来的文艺作品 昏然天成啊 这个呢 是一般的这种印象的管人啊 都很难达到的层次 第二层次啊 就是能看出植入 但是呢 很自然 不影响整个作品的内涵 和文化层次 第三个层次啊 就是让人呢 看出了植入的痕迹 而且呢 革命作品啊 它本身的内涵和氛围呢 明显不搭建 那观众啊 也觉得很别扭 看春山这个节目啊 本身描绘啊 春日登山的 要给人一种 清新美好的感觉 魏大勋跟着魏臣啊 穿的是白色绣弯 和乳黄色的衣服 那个内容啊 是很搭的 而白镜天这套 全身黑色的衣服啊 的确呢 是跟整个歌曲的内容啊 很不搭 而且啊 春晚呢 是一个喜乐祥和的节目啊 最初呢 穿一身的黑色啊 敌生人觉得呢 很别扭 和现场的氛围啊 也是很不协调的 而且呢 有一些懂得 对称美学的朋友 还评论说啊 说要穿黑色的话啊 放在中间的C位呢 是比较协调的 但是啊 放在头一位呢 显然是不对称的 让人感觉啊 特别的别扭 当然了 这春晚啊 是全国人民啊 特别瞩目的这个一个平台 很多艺人呢 为了上这个节目啊 不需要花时间 花精力 而且呢 要把自己原来很多拍摄的 和上综艺的档期啊 控出来 那其实呢 是牺牲掉了很多赚钱机会的 如果说啊 这些小的失误的话 那也是情有可原的 也希望大家呢 不要过于的客责 毕竟啊 现在这个服装品牌内卷呢 如此的厉害 那投资这个生意呢 也是极难的 能抓住这个机会啊 再做植入的宣传 作为企业的投资人啊 谁会浪费这个天赐的联机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